大家好,我今天又开车去超市 外面好像下一些湿雪 但这些都是在北美洲 一些比较寒冷的城市里,私空见惯 这种湿雪都无所谓 也不会形成了积雪 在路面上很难走 今天就去一间超市叫做大华狗狗 相信住在美国西岸城市的人 对这一间大华狗狗很熟悉 这间超市除了有超市里面的所有东西的供应之外 还有熟食当,还有烧腊当,还有早餐当 如果你早上开车过去 你真的可以吃到热辣辣的早餐 你订阅后就立刻拉肠粉给你 还有就是有粥食的,皮蛋瘦肉粥 什么粥都可以吃的 早餐热腾腾的 还有就是煎羊三宝 相信现在在酒楼都很难吃到煎羊三宝 还有呢 煎羊三宝的馅料 那些鱼肉都非常蛋牙好吃的 我去吃过了 我今天就深思思去这间超市 在这里就准备去吃她的早餐 你说现在是喝茶去酒楼喝 但是我发觉我住附近的酒楼 就未及理想 那我就宁愿去这间超市的早餐当 吃早餐 其实住在北美洲 我有时都觉得挺幸福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单有很大型的 仓厨式的超市 好像Corsico那些 还有很大型的西人超市 还有很多亚洲的超市 特别在波特兰 比较多日本人 韩国人 还有越南人的 有几种人在这里住 就必然有供应给他们 对吃的超市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逐间去走 那韩国超市 在我住的加拿大温哥华 也有很多韩国超市 但是日本的超市 就不是那么多 很多都是一些 好像连接一些 雜货店的形式开的 而在波特兰 日式的超市 是很规模的 很大间的 越南人开的超市 在一间酒楼附近 我提过的 叫做Hong Kong Cafe 一间酒楼附近 有一间越南人开的 很大的超市 叫做富邦 那间超市 也可以买到很多东南亚的食品 你有时想买一些东南亚的香料 调味品 在那间你都会找到 你所需要买的东西 应该都可以买得齐 那我上次蒸萝卜糕的萝卜 就在那里买的 那些萝卜 就是长条形的 但是味道也是差不多 可能品种不同 其实很多人就说 哇 移民去到外国没有一口好吃 其实不是的 这里的牛扒 是漂亮到没得彈的 你可以外出帮衬餐馆 亦都可以买那些很漂亮的牛扒 回家自己焗牛扒 煎牛扒 亦都有那些走地鸡 我们唐人那些 那你自己厨艺好的 亦都可以买回去做 贵妃鸡 豉油鸡 总之 什么都可以吃 而且那些超市是大到你 可以进去 是走 起码两三个小时 有这样的地方 给你走 还有 可能 买完超市的东西 你也可以 再开一部车出来 找一间情调很好的 咖啡店那里 喝咖啡 吃一件饼 你说 会不会悶呢 在外国 看你怎样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是 喜欢在家 不出街 亦都不想駕駛 那你就真的好像 没有了对脚 觉得是闷的 如果你是 喜欢駕駛到处去走的 我相信 就不会闷的 什么都会 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还有 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间很出名的书店 叫做POWER 里面 应有尽有很多书 你可以在那里打书钉 大家知不知道打书钉 你就是在那里站住来看 本本来看 都可以消磨一天时间 所以 就不会闷的 有位网友 我看见他留言 就说我们加拿大公民去到美国 可不可以居留 可不可以住 那你以一个旅游身份去 每年都有六个月的 但是你说 可以居留 就是两回事 因为你旅游者 你去到 你只能够是旅行者的形式 医疗 工作 读书 那些 你就不可以 但是 如果 你有早年投资 在美国的生意 或者是你有家人 那些家人是你的籍系亲属 好像父母 儿女 那样 你就可以 以医亲这种 移民的申请 就可以去美国 拿去的陆卡 就可以居留 那这种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亦都很优惠 那我们 如果 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父母 帮你申请过去 你本身是加拿大人 那 亦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 看看你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 是 到处生活都一样 是吧 那我上一期都说到了 那如果你说涉及到一些民生的问题 那你自己去 比较 是吧 那 怎样比较 那你便 拿一张白纸出来 写完两边的好处和不好处 你比较之后 你就会找到答案的了 那你就知道自己要定居哪里了 那作为年轻人来说 他们就觉得美国的机会多些 无论 读书 工作 那个机会 都是多些的 还有 如果你是 学有所成 读到 有你自己的专业 那 那份工 人工 亦都相对来说 是 不错的收入 是吧 那你说 退休人士 那你退休人士 如果 不依靠政府的 那份 福利金来说 那 其实你真的可以 混游四海 是吧 去哪里生活都一样 是吧 那 那就自己去取决 是吧 还有就是 天气问题 那天气呢 它冬天也是 比较是 多雨水的 在这个城市 那我们觉得呢 多雨水就好过多落雪了 落雪呢 其实呢 就不是那么好玩的 那你初初见到那些雪呢 你就好像 很兴奋那样 但是你住落之后呢 就觉得 落雪呢 都挺麻烦的 如果你说落得大 有积雪 整个礼拜都不用 那些 那些 就是 麻烦一点的 但是在波特兰这边呢 它就算落雪也好 由于它的气温 未至于太低 那所以 那些雪呢 就不会形成积雪 很多时候呢 它落了落地下之后呢 很快去呢 它就化了 是水的了 那这种呢 对于我们开车撤行来说呢 就很方便了 是吧 那现在呢 都属于是冬天的季节了 那 那其实这个冬天的季节呢 都很漂亮的 那我呢 都是 过来迟了的了 如果你说秋天过来呢 那一边呢 是非常之漂亮 而且呢 更多地方去的 因为你可以去爬山 可以去hiking 那现在呢 就不会考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呢 你现在这么多雨水呢 你上那些山道呢 就很容易滑了 滑倒 那作为 有这么多年纪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就不可以说 为了贪玩 那样 就落极生悲 跌一架就不得了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现在呢 就很多时候呢 都会是出来 例如逛逛超市、逛逛百货公司、吃东西、喝咖啡 或者駕駛车看看哪里有些圣诞的市集 去看看,唯有是这些 多数就不会像深马那样 或者是开秋的时候去登山、去hiking、去camping 现在就不太适宜了 现在我就来到这家大华狗狗 由于蝙蝠有限不可以做片太长 下一期我就拍这间超市里面 我怎样去买早餐 我觉得去这里的早餐很吸引我 不一定经常来吃 但是你偶尔来光顾它吃早餐 热烂烂的早餐 吃下它的煎酿三宝 吃下它的拉肠 吃下它的咸瘦肉粥都不错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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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